正正午十二點八位小朋友一字排開 每個人眼神專注蹲在地上 挑戰力彈比賽 眼前不只有一般的雞蛋 還有一顆超大的鴕鳥蛋 有嗎 有 感受苦力 不到一會兒的功夫 這一位小朋友成功把三顆蛋都立好 迅速起身獲得全場拍手叫好 因為手速最快的 可以帶走這一顆罕見的鴕鳥蛋 另類的體驗 讓大人小孩都好開心 鴕鳥蛋比較大也比較少 所以大家比較有興趣 以往都是用普通的蛋 台中南屯萬和宮端午節年年舉辦慶祝活動 除了立蛋習俗 還有全台獨有的木雞採接文化 已經有百年歷史 立法院副院長張啟成也來共襄盛舉 穿木雞我就想到以前我媽媽 也喜歡穿木雞 所以我聽到這個聲音很熟悉 敲響飛會有震撼力 今天千人一起來採那個震撼力更大 大火幻象木雞發出口口聲響 相傳是為了喚醒沉睡地底下的穿山甲 翻身之後幫農地翻土象徵五股豐收 隊伍中有一對有人型氣球宛如嘉年華 吃肉粽配麻藝 沾肉粒啦 穿家夾沾肉粒啦 那就是我們這裡南屯的習俗啦 差不多30名以上啦 不只木雞採接南屯更是麻藝產地 加入地瓜採魚乾一起熬煮 這一碗綠綠稠稠的湯品配上粽子材料完美組合 只有台中限定 現場免費提供上千萬 讓民眾體驗也藉此傳承文化 這期新聞參賽者 周志玲 台中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